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走的肯定是悲愤之鼻子出镜了 哎呦呦 这直 他俩直接在吃饭看这个 你陪你惊一下啊 我没有下去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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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 这个有点 我知道在这件事 但是你在拜托 我管你如果不是说自己的事 我说什么的事啊 会给你做这个技術处理 没那边 那么啊这边是哪个朋友 全部都看你的视频 从我面前就可以看你的视频 我只有一路边 你怎么处理他们也知道的是我 假如做客人也要拜托庭啊 女儿得提的话 带着我的头 那你别怪我头了 好 你钱了吗 你钱了吗 因为我这是啊 哥哥说不拍我肯定不能拍你的脸 啊走的肯定是一分之不一的处理了 我还是一个私企的一个交换院 航讯搞上了酒店上边 晚上会见你下个人啊 安哥他属于吧 这属于外调了 安哥只有不在家 他晚上回来都很晚 我又说我晚上还去 他都十一天半 我回来的时候 你又会钱 就是安哥的现货路 我住了头 他假的晚上都不想等 那他不可能 再假的门着黑了 安哥的老太太啊 有一天他跟我说 你有去看活那嫂子 你得去那个张子言 那嫂子有什么都干着来 就是想让我们帮你证实 你嫂子到底是有什么 对你 把他干什么事 或者是他能力 我拉起我的无数 但是 我没有能力去证明这些 我也知道那个男的坐在哪 我也知道他们就去哪个地方 你什么都了解 这个事你不需要我们 一我没时间 因为我被他在工作 第二 你以为这个事他也没那么简单 你比如说他出去干什么事 我真的知道他和谁走了 他去了哪了 那我怎么才能把这个证据弄过来 那你跟你哥说了吗 我怎么能跟他哥说啊 他在外边也不容易 我知道挺多风吹头动 我马上给你事 哪儿去 那你还有别的要求呢 你从时候能把三线给了吗 我后头被压着 我没证据 我跟他哥说 还搁他锁子鼓鼻了 你是把这下天都下话了吧 这是你前来想的 你不管怎么去 你是要赔个东西了 你就不能说 不不我们先看看怎么回事 有可能这里面是误会 什么的 所以如果要是误会 他都不顺遇到你说的后面那些问题 他在说过 你已经得不把素材了 你得不把素材了 他说他想要素材的 他一直在重复 一定要把素材给我 我们干了这么多年来说的话 极少有遇到说 想要素材的人 我们其实要误解全过程 也是出于我们对自己的保护 和安全的一个考虑 对吧 有毛病 先先证实一下 他那个嫂子 到底是有问题 还没问题啊 女儿 是什么 我回来 他什么是很美的 我等我 等我 他那几次 我的屁股 我 我 你能按摩 你还没看 他俩就这么不被人 他只是看东西呢 这高兴的 大摄摄屏 他俩直接在车上看这个 别紧紧张 那手 他那个手直接就伸进去了 笑笑笑笑 这个有点儿子 怎么办 怎么办 他那个手直接就伸进去了 看不着看不着 我这个膜是特意的贴的这种 就是从外边看不进来 但是咱从里边可以看 没事 那起来 我怎么有点受不了了呢 这够俏 它如果是封闭式 不够俏 无识别车辆禁止通行 不行 进不去 卧槽 这一台进不去哥 我进哪 你给他进去 我怎么能进去 我怎么能进去 我们进不去 人家那是个蜂蜜小区 你不是进去 人家那是个蜂蜜小区 你就是我们进了小区 我也不可能进人家去 你在想什么呢 你能进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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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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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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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给不了你 那我给不了你 不是我们今天是 在公共场所 不是只有他俩 出去万一产生什么问题的话 谁承担这责任 我这干的 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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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 给我的 我这样的话我再不 我可以帮你再拍一次 只路跟他有关 基本上 找到我关键的证据 千万千万的 你说的 你别骗他 你老是素材 你比我 你求过的没错 我下次我肯定还能 再能知道他什么事 什么事了 多年同志你了 诶 哥 他怎么还在纠结素材这个事 这不都 人家 跟我昨天想的是一样吧 你老婆也好 或者你一个家属也好了 如果是出轨了 我告诉你这结果了以后 你第一什么反应 赶紧告诉我哥 他真出轨了 他就问我 这素材 你能不能给我 你后边为啥没有进去拍呀 我说变态了 他都没说 赶紧通知他哥一下 再等着跟你联系 都不用去拍了 就为了证实一个事 他通知了你以后的话 过了几个小时 你就说他俩又亲情我了 又又又又又怎么样了 你看看他注意力 是不是还在这个素材上呢 如果他还是在纠结这个事的话 你就给他个理由 你说要不这样吧 我再帮你多拍一次就行了 今天我们又去跟了 确实还是像昨天那样 你几天已经几天死了吗 因为我们的机器坏了今天 素材丢失了 没办法 这天 他在人祸的事我们也很着急 我们机器坏了我们不着急吗 好几万样东西 你这样吧哥 我们再帮你跟一天 行行行 我们这次保证啊 他真的有问题 他绝对有问题 他告诉哥医生吧 他就不用欢迎了 对呀 找着你走了 那哥你这意思就是我直接给他挑明了 对 是你小叔子 他告诉我们 你跟那男的有事 希望我们帮他去找点证据 小叔子我就没有个小叔子 上哪找个小叔子 你没有小叔子 我老公也没有基地 以前我老公也不在外地工作 他没有去照片 你跟你说是没说 他身边有很多人认识他什么 他说的不方便 所以就没有他脸 你看看这人 你认识你 行我知道 这是我老公 这是谁啊 我老公 我总感觉隐隐约约哪个地方是有不对的 你想想如果你遇到这种事 或者是我们平时接触过的99%以上的话 他想要的是什么 结果 对 他其实挺肯定的 他嫂子一定是出问题了 对 你还找我们干嘛呢 那你工作忙也好 或者是外地也好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了以后 你作为他亲弟弟 你不跟你哥说 你先来找我们 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先来看面说啊 说完明白这个事 我就别管了 我确实和那个男的好了 但是我没有出问题 啊 嗯 说起来有点复杂 我老公知道这个事 并且全程都是他让我干的 听我一愣一愣一愣 这不有病吗 我和我老公之前欠了不少钱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让我跟我现在大的老板好 漏了点钱 你老板就是我们看着这个人 对 那你老板知道你有老公 你结婚了还跟你好啊 我说我老公在外地 然后我们现在是分居了 然后我也咨询过了分居 达到两年以上的话 我就可以和他办离婚了 因为我老公吧 就才跟我说说 我老板对我挺有意思的 然后所以才想到这么一出 高手 那你俩是高手 一个字 绝 我这个老板吧 他确实很有钱的 然后他对我也很大方 这一小一年多晚得入二十多班了 把这个欠的这个钱吧 也已经还得差不多了 然后我就跟我对象说了 这个事要不就算了吧 但是我对象把这个贪得无厌的样 我现在看的我都不爱看 可是你怎么答应过这个事呢 我就没有明白啊 是这个事吧 也有我的责任 吐着吐着跟他吐上感情来了 所以说这哥这个事你们就别管了 我怎么那么不爱心呢 你就爱人了 真的 他确实对我也很不错 跟我老公吧 我们俩之间也没有感情了 一直拿我当一个工具 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的 是吧 所以我现在不想骗他了 我想照着八千和他吃 不是 那你老公过来找我们 是几个意思了 我要和他分手 他不同意 威胁我 要是不同意 离婚的话 就得让我们一百万 那你怎么想的 我肯定不能给他钱啊 你就笑了 他就要 要不然就要捅破这个事 他要是把这个 敢把这个事捅破啊 我就跟他离婚 我就跟他打官司 从头到尾都是他瞧话的 他也参与了 所以他就来找我们了 心鸣气和我给你讲讲道理啊 你们干这个事 其实性质有点恶劣 我也知道是骗了他 但是我现在也是真的爱上他了 不管他到时候知道这个事情 对我有什么看法 我都愿意去面对 所以说哥这个事你们把不要管了 我知道吧 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后面的路 我希望你别怎么拍了 好不好 不要 所以你这不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唐狼鼓残 黄雀在后 他想干这么事 出轨见面这么拼了 而且去公共场所 动手动脚 又干这个的话 就完全不背人 一点不怕被别人看见 替老婆让他干的 对啊他没有姑息 他担心什么 你给他打电话 让你来 必须他得来啊 网上他要发你都给他发不了 现在太暗了 让自己带着电台过去好 你不是觉得自己脑子很棒吗 对吧 那我今天我也给你演出戏 我第一个我看看你脑子多大 第二个我告诉你 你这个戏要演的吗 应该怎么演的啊 我不是靠素材 我是不是刚起来买了个眼镜 用盘是吧 对一个贴的 没事别急 那把索油素材都做好了 好 好 等等 先把索油素材都做好了 先干个正事 你等会丢我就给你烤了 要别的啊 不是那家是干什么 不是先量量 那家是什么地方干什么 一定个帽子 不是不是我看了你那个图围 名务也是 我觉得你脑子挺大 治不过 那你的脑子确实实 哪个啊 また那个 看你自己没有把握出 给你机密你不中用啊 啊 给你机关你不中用啊 跟我DB拼某个你有那个实力吗 跟我刘华强拼你有这个实力吗 不不不 人家拼不拼 人家拼不拼 老兄我送你一句话啊 你安情人不要太气盛 老兄我送你一句话 你安情人不要太气盛 他不气盛 我们还发现不了问题呢 吵算了吧 没没没说什么说啊 我告诉你啊 你是龙得给我盘着 是虎得给我握着 我告诉你一句话 是龙得盘着 是虎得握着 给我整那些四五六了啊 那一切呢 那个大师 你也叫我过来扣素材 我就是你不是就喜欢演戏吗 我这不配合你演戏吗 我还怎么演戏 你老婆怎么突然就变成你嫂子了 你是饺子吃多了啊 我说那为什么那几天呢 你不用跟我说 那些一二三的你知道吗 我给你机会了 你自己没把握住我啊 你一行一切太重了吧你 你一开始你不过素材 你今天就过来扣素材 你一行你又 你敢跟我说这个啊 你给我开什么玩笑呢 我搭着时间搭着人 花钱我配你玩了你啊 你叫教室来 我一舔过就说了 你再舔过就说了 你拍我 你跟我说实惯了吗 你以为你今天教室都走的是不是 我打开我吧 你要是再不说实惯了 有个大麻醉一把 来来来来来 快点 来来来来 就拍了来 看着什么样 一用拍出不了事情 没影了